好了 一拼2024的总统选战 侯友宜在花莲成功破拼了 他跟挺郭的傅昆琪 两个人同台喊了动算 至于柯文哲呢 则是公开表态支持 安乐死合法化跟开放代理孕母 只不过呢 民进党最近狂攻柯妈妈的违剑 反而是让赖清德的老家 现在被踢爆也是个大违剑 好 尽管赖清德检视 这个地方是有门牌的公僚 但是还是遭到了新北市政府 打脸说这就是违剑 侯友宜来花莲墙选票 之前全出跟挺郭的傅昆琪有心结 这一天似乎大归队 傅昆琪表态力挺侯总统 在座的侯总统 我们不只要团结所有力量 打铁还要自争强 我们请支持党的提名人 侯友宜市长 我们请为侯市长来投票好不好 侯友宜 侯友宜 动算 侯客提出长者免建保费 这张却马上跟进 客温哲反而正式表态 愿意支持安乐死合法化 以及开放代理运幕 也不是说我们要明确纳入 这个证明就是说 我个人是赞成的 那我也觉得我也愿意听听 这个社会意见 绿营狂轰客妈家有违见 但却被招爆赖清德老家 盖在旷野用地上 赖清德说这栋房子 早建在民国七十年以前 应该是可以申请合法 不过有人一对比 不只是赖清德口中老公聊 从空照途中对比发现 民国九十一年时 老家旁还是空地 隔一年就多出一栋白色建筑 再隔一年直接变成 两层楼的建筑 而不只改建还扩建 赖清德老家可能真成了大违见 赖清德老家的房子 百分之百是非法的 但是非法的要不要拆除 那就不一定 土地使用分析 是最严重的违法案件 它只有建筑物的违章问题 那你打人家 那叫回力标一打的 满脸斗花的吧 秉青脸肿了吧 有门牌不表示你不是违见 违章建筑 依然可以向台电台水申请水电 连新北市政府都认证 赖清德老家就是违见 后续该怎么处理才是终点 但恐怕这些违运侧异 也没想到爆火攻击阵敌 却会烧到自己身上 接下来杨洁的需光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 针对自己的老家违见的怡云 赖清德他提出了民国六十年 就已经拿到了门牌号码 是存在证明 好来驳斥违见 不过议员侯汉庭直言 从这个空拍图前后 就可以很明显看出对比 就是没有老家这一块 赖清德其实根本就没有 回答到重点 赖清德的回复 其实没有回答到重点 因为他讲的是说 我六十年就已经有了 可是你却没有解释 那为什么你在两千年 然后目前所秀出来的 两千零三年的空拍图 比起先前的空拍图 还增加了那一块 那这一块就是赖清德 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 所以在事实的认定上 那目前呢 如果新北市政府认定是有问题的 而且最大的观念就是 那一块地是矿业地啊 对吧 那块地是矿业地 他就不可以拿来当做 不可以拿来当做住宅来做使用 所以以及呢 那他目前为止 这到底是谁住的呢 那可能是赖清德的儿子 所持有的 因为先前的媒体所报道说 赖家人呢 有的时候还会过去看看啊 还会去打扫啦 或什么的啦 所以目前呢 赖清德或者民进党 只能告诉大家说 在赖清德出生之前 已经存在 存在归存在 但存在的中间 你有没有一些翻修 你有没有一些改建 而这个改建 是违建 这才是既定事实 民众党的总统参选 柯文哲 公布自己的医疗证件 对于是否支持安乐死立法 好 柯文哲表示自己个人是赞成的 毕竟他看过太多的生离死别 好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善终 至于呢 他最近所公布的医疗政策 跟侯友宜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他认为对的事情 大家都会雷同 不过真正的差别在于执行力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散众 所以让那些 让那些病人没有机会散众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帮助他 当然今天我们不是都一来就说 我们台湾应该通过 这安乐死条例 但是我也很清楚 安宁反而一来条例 跟病人权力制止法 举止推动这么多年 因为我们台湾的医界 还是很避讳谈论死亡 所以其实有这两个法律 也没有做得非常好 所以这两个法律也要落实执行 那关于这种安乐死的问题 我个人是赞成 为什么 因为我是实际上看过那些病人的样子 我真的相信说 世界上有生不如死的局面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让那些病人 就是 一定要让他死得很惨 没有必要 今天我对民进党政府的批评就是说 你常常推出一大堆政策 可是作为执政者 你没有尽到财政剧力的责任 为什么什么叫大傻逼 并不是大政策不对 可是你不应当 就是说人家在野党体的 你要为输人不输定 就赶快推出一个 可是你这个都 都没有 不是那种精算 一个很负责任的政府 对的事情 大部分 绝大多数的状况下大家认同的事情 世费对错 大概都一样 不是说政策有什么相同不相 真正有差别是执行力 今天台湾政治最大理的 讲一大堆 执行效果很差 真的要做全部只会用撒币的方式 发钱 真的要做苦工的 反正都没有人去做 如果真的大家都有很 对那个领域很认真思考过 你知道 恐怕八个政见 有六个以上是相同的 好 但是这回在这个国民党的总统参选 侯友宜跟柯文哲 相继提出了 长者排富补助健保费的政见之后 行政院方面紧急 做了开会讨论 卫福部呢 先宣布了将针对第六类的投保对象 全额补助每个月826块钱的健保费用 好 原本说呢 这个政策预计明年要上路 不过现在呢 部长薛瑞人立刻改口说 最快后年才会实施了 好 但是呢 继续来看到 行政院开会紧急讨论 好 宣布要全额补助相关的人事的健保费用 不过呢 这个政策却是因为近期包含了 侯友宜跟柯文哲 先抛出了65岁老人长者健保费 全额补助的证件 政院方面才紧急跟进 当然外界也立刻批评了 民进党你执政都已经八年了 难道现在才想到 要抄别人的证件吗 长者医疗照顾议题受关注 近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以及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 寄出证件将补助排付后 65岁以上长者全额健保费 预计400万名长者受费 对此政院紧急跟进 9月6号下午召集卫福部 研议补助健保费 就是政府现在啥钱 台湾常常都选钱 就是会有一些修路之类的 做做样子 不过在过去八年期间 中央没有施行相关政策 如今态度急转弯 引发网友很酸 要下台了会知道抄别人的证件 不然快八年了也不知道搞什么 而现行健保费补助 只提供中低收入族群 65到69岁辅助一半 70岁以上全额补助 如果是低收入户 全额补助花费33亿元 未来如果推行政院版本 则是健保第六类投保对象 排除高收入 和有其他补助者 109万人受贿 每年100亿经费 两党总统候选人提出的 则是65岁以上 全额补助 每年400亿元 可能造成了世代不公 有很深的疑力 它的负担是会逐年越来越重 打出世代对联问题 不过中央新政策 只针对特定长者 也引发批评 只学半套 因为先前前战计划 8400亿 防疫特别预算 8400亿 还有一颗鸡蛋 补助32元 如今政策到了长者身上 却连区区800多元 健保费都斤斤计较 如今长者健保补助 如同一国多治 各县市不同调 依然各界喊苦 只希望政府 真的站在人民的角度思考 据上次王一提 特别报导 民间医疗政策 被外界批评 是拿香跟着败 抄袭对手的证件 不过对于这样子的说法 行政院的副院长 郑文参他强调 不管任何一个政党 所提出来的证件 都会来做参考 重点是要符合 民众的需要优先 来照顾最需要的人 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不能够让世代之间 有剥夺感 目前的社服预算的总数 已经到达九千多亿 那么有关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目前政府针对四百一十二万位 长者 那么已经补贴大概两百多亿 那现在是采取部分负担制 那六都跟非六都 有许多不同的补贴方式 福利政策要能够周远考虑 那特别要考虑到 这个不能有排挤效应 那也不能够让世代之间 有剥夺感 那同时哦 因为补贴的政策 并不会增加健保的支出 也不会增加医疗的品质 所以我们会通案的全盘考虑 那我想不管是第六类的这个研究 主要是针对比较没有能力的 比较需要照顾的长者 那个部分要优先 不管任何一个政党提出的意见 我们也都会参考 不过重要的是哦 希望能够真正的切合台湾的需要 那我们在许多的这个福利政策上哦 那么已经尽量把涵盖度扩大 那也尽量让所需要的 这个受照顾的对象 能够得到多元充分的满足 我想社会福利 必须要优先照顾最需要的人 我想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好 当然先对这个部分哦 前内政部长李鸿源他有分析了 当在野党提出一个好的政策 而执政党马上跟进加码 他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 好 假如民进党真的认为 长者健保补助是优先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过去执政七年多以来都不做呢 等到别人提出来 政府才赶快说我也要来做 好 因此呢引发外界有很多的议论 老人的健保的这个补助 这个其实我相信所有的县市首长都很熟悉 你多少岁以上 你这个小孩生几个我就给你多少钱 也都很需要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再想一点 你会发现不管是蓝白绿 大家都谈的是我要从政府口袋拿钱 可是大家也没有想过那政府的钱在哪里 我们要不要想办法生财 对 就是说我今天要制造这个赚钱 我才有办法cover所有人的福利嘛 那钱在哪里 钱在土地 钱在政策嘛 钱在我们的中南部嘛 就说你今天要把中南部的这个南部 先让它富起来 那中南部怎么富起来 我们的人口偏差 我们的城乡差距越拉越大 一般以上人在桃园以北 你不觉得我们这几位候选人要不要慎重的讨论 这个东西 我就是我一直在谈的国土规划 对 要不要慎重的很专业谈国土规划 当你在野的人谈的越精准 越有愿景 就凸显你民进党这几年在干什么 就是说你今天我也觉得很好笑 当这个在野的提出一个政策 然后呢 资政坛赶快跟着加码 这有点太好笑了 那你过去八年在干什么 过去了几年到底在干什么 就是说在野党提出一个政策的时候 你突然说我们也有做 我们也有做 那我们只是做怎样 我们可以再怎么改进 那我请问你 假如你认为这件事情是 priority 你过去八年为什么不做 这个钱对 跟你的前瞻基础建设是不成比例的钱 你根本不做 然后你今天人家提出 你赶快说我也要做 你觉得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选民假如还会被骗 那就刚刚好而已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